如果单牌没辅助 千万别玩 发育录 加罗 一个曾经的射手路者神 但是最近这几个赛季 可惜了 这不光是跌落神坛那么简单 他甚至是神的过境老鼠 人人喊打 只要你敢选 对面就是四五个人针对你 游戏体验太差了 但是最近我惊讶地发现 在挑战者杯上 来自我们本地的长沙战队 TES的小鹏 他就选了加罗 而且职业比赛上的加罗 和我排位里的遭遇是一模一样 从头到尾被围对抹结 但是跟我不一样的是 他们家辅助全城保他 他这个输出环境 简直太安逸了 并且发育起来以后 小鹏也是不负众望 不但是把伤害打出来了 还拿了一波四杀 兄弟们 职业比赛上加罗四杀 这是多么罕见啊 而且这一波 还被对面给掀手了 先后被打出了太乙的复活 自身的复活甲 两次复活以后 站起来四杀 天哪兄弟们 这一波直接梦回S18 我仿佛看到了加罗 再一次成为了神 依然记得那个夏天 长臂元大战吸血怪 那是多少人的梦魇 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啊 看完这场比赛以后 我瞬间误了 长臂元的时代 还没有走 他依旧是那么强 只是 你我少了一个太乙 不然也能四杀 可是话又说回来 单排的时候 你不可能有个辅助 一直保你的 那这么个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不要紧张不要慌 办法我已经想好了 主二负一 四季以前手塔新线 而四季以后 不要去等对面来边路抓你 咱们主动一点 去中路打架 这样很容易把小团 逼成一个大团 也就意味着 敌方的中路 辅助 打野射手 四个人打你一个的场面 不互存在了 毕竟队友 可能不会主动支援你 但是你往中路跑 首先第一点 中路他是要吃线的 他不太可能会把线让给你 所以你有了一个队友了 第二 打野最喜欢蹭的 就是中路线 所以这第二个队友 你就有了呀 第三点 你们家辅助 无论是中路 打野还是射手 他都得跟一个吧 那你看 这不就四个人齐活了吗 那这个局面 对面在想针对你 可就难了 呃 所以朋友们啊 玩家罗队友不跟你没关系 或许都赢 哦不 分散对面注意力 这个总会吧 学会这一招 你的家罗哪怕没有双牌 也能上大分 最起码最难熬的前期 很容易度过 而到了后期了 长臂员的称号 可不是白叫的 像这一把 如果队友不可以投的话 我就完美复刻了四杀 而且 还是从敌方拳锥手里 抢下了白铃手鱼 拿下了四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